那讲重练习之前 刚好同学是做了一下那个底下的练习 像这个MID底下的函数练习 就是说呢 从开始的地方提取四个字 有没有这个地方 开始的地方就05551 取四个字 其实我们要的是什么呢 这个这个里面的前面四个字 当然其实你不一定要MID啦 你用Labs也可以啊 Labs然后呢 给他出现个位置 跟他讲四个字 也可以 但如果这个地方一定要MID的话 你可以用什么 一样嘛 就是插入函数 所以这个 函数了解 其实我觉得你慢慢就是要 就是把它当成是一种 习惯性的一种 不用死背 反正他的步骤一定是固定的 那该给什么就给什么 他就会自动把你要的结果 放在指定的位置上 没有问题 所以他要养成一种习惯 就跟呼吸一下 一样嘛 所以其实我用函数也感觉 在呼吸一样 做错了马上知道为什么错 对不对 那这就是 慢慢的要需要具备的 所以第1个 把需要的字给他 点一选 他就自动把字带过来 第2个的话呢 第几个字 从第1个字 开头就第1个字啦 所以 就输入1就可以了 那要几个字呢 要4个字 按个 确定就好了 另外呢 也建议各位 在按确定之前 可以先看一下 上面的相关提示 因为呢 这个提示 他会给你一些相关讯息 如果不是红色的 因为有些同学可能打错了 他会先跳个红色的 讯息告诉你 如果有红色的 这个讯息的话 你就不要按确定 因为按确定 怎么样也不会对啊 表示有错了 他会警告你一下 所以你就 有红色的字 你检查一下 到底有没有错 反正你只要 那个Temple 掌握住啦 那 只要 按部就班了 我想应该要做错的 机率也很 很难了 如果说你很复杂的工作 你可以先 做里面的逻辑 比如说像刚刚我们是 Mid加if 是先把Mid做完 剪下贴到if 里面再去做 那如果未来你有很多个步骤 你可以先做中间 做里面的 再往外做 剪下再贴 剪下再贴 你可以做很多个步骤 那当然公式也会非常冗长 不过 基本上 你只要把逻辑切出来之后 再一个一个做 再复杂的工作也做得出来 不会有问题 你不要看 那好厉害 我怎么可以 处理这么复杂的公式 其实到底很简单 你把它切开来 一个一个 再 贴回去 贴回去 再复杂的你也做得出来 后面我们 就是有这种 复杂的东西 就交过的诀窍 所以这个 学完 学完之后我想 每个人都会是函数高手 OK 按确定 好确定完之后呢 刚刚同学问的问题 回来 奇怪了 不是应该是结果吗 怎么会变成一个公式 其实未来 各位看到这个东西 不要惊讶 如果你看到这个表示 预设的储存格格式是文字 OK 所以如果预设的储存格格式是文字的话呢 那出来一定是公式的 那个公式显示 如果你要结果 我请你把它改为通用就可以 改的方式 一 游标按右键 游标放上面按右键 储存格格式 储存格格式里面的话 请你 跳出来之后呢 它储存格式 如果是这个 这个状况一定是什么呢 一定是文字所造成的 也就是我之前 故意 把格式变成文字 然后呢 就马上有同学下课 很认真就马上问了 表示动作比较快一点 不过好像还蛮多同学没有问 表示你们都还没有练习到 那怎么办呢 很简单 一 请你把 类别改为通用 二 按确定 但是它不会马上改 怎么办呢 游标再放回公式 打个勾就可了 就是再让它再执行一次啦 OK 有没有 再执行一次就恢复了 所以以后你遇到这种状况 应该也有遇到过啦 奇怪为什么 输入结果 不是我要看的 而是 他跳一个公式给我 那你就觉得怪怪的 反正以后遇到这种状况 直觉 格式改一下就好了 所以这个其实不是很 很很很大的问题 OK 所以 那当然你往下填满的话 如果要第八个字取 如果要第八个字取五个字的话 那你向下填满再来改公式 也可以啦 第八个字 所以你可以 把这个第八 第八个字 改第要五个字 你其实向下填满 它会 帮你填满底下的东西 你再把它改一下参数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地方 第三个字取两个字的话 那就是改什么 第三个字 许两个字 按打勾也可以啦 OK 其他的练习 我想 反正你工作里面一定有很多类似的东西啦 如果没有你就是找练习 反正就是提高你的功力嘛 慢慢你如果这些功力都有的话 我想你要做 这些事情的话 真的会 蛮容易达到那个随心所欲的那个境界 想到什么 一下就想到另外哪个函数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们主要是利用刚刚讲的部分 那再来请各位切到综合练习 这个其他的还有Labs 还有Rights 这个应该比较简单一点点 请各位练习 自己来练习一下 像 像 还有什么 还有Labs 有个比较困难的 先生 小姐 这个的话 稍微又比较复杂 比如说呢 我的逻辑是什么 我要 他的信 就是这个文字里面的第1个字 加上他的 称位 所以这边的话 会有两个东西 一个是他的信 一个是他的称位 那这个可能要分两阶段来串接 所以串接的话呢 一定就是一个 M的符号串接 那串的方式的话 基本上1 我可以先插入函数 用哪一个呢 我要抓信 所以第1个字 用什么 用Labs 抓这个人的名字的第1个字 所以先选这个人的名字 Lumber choice 是几个字呢 要1个字 所以输入1就可以了 按确定 好 5出来了 那先生或小姐呢 是由性别来决定的 所以怎么办呢 再来特别注意喔 你可以直接在后面 串接一个end end之后呢 后面呢 把它加上一个逻辑 函数 那逻辑函数呢 因为我们前面已经做了一个 Labs函数 如果你还要再加 第2个函数的话 请记得 不能够用 插入函数喔 如果你要在后面再插一个if if 逻辑 那你要怎么样 请你在前面看到有个下拉清单 请你第2次 或第2次以后使用函数的话 就不能用插入函数 而用这边下拉清单 做什么呢 end 然后后面的话 点这边一下 下拉清单 找到if 那这个if 你把它点下去之后的话 他会帮你把 这个if 放到这个后面来 那你直接告诉他说 我要称位 称位怎么来的 1 如果性别 等于 有没有 点一下性别 b10 等于什么呢 如果等于男的话 男记得 因为他是个文字 所以前后一定要加双引号 把它移到中间之后 输入一个男 如果呢 b10等于男的话 那就输出先生 反之的话呢 那就输出小解 反之的话 那就是 下面这个force 这个是true 就是上面这个条件 成为true的时候 就是里面资料是男的话 那就会是先生 反之的话呢 就是小解 好 那这样移开之后 按确定 那你会发现 他就会帮我把结果给做出来了 OK 就类似像这样 那特别的注意 这边 比较需要注意的就是说 Lab先做好之后 记得要先打一个end 打一个end串接 因为如果没有串接的话 他没有办法帮你把它接在一起 因为他是两个不同的公式 两个不同公式不能 不能把它放一起啦 这是规则 OK 那所以呢 我们可能还需要 就后面再加 第2个函数的话 请记得 第2次使用函数的话 请用什么呢 前面的这个下拉清单 去增加你第2个以后的 这个函数 那这样的话呢 可以一直串 一直串 所以 这个规则的话 我想要慢慢要熟悉啦 当然呢有些人 也可能是 从头打到尾 那也可以啦 如果从头打到尾 我是觉得 错误的几率 会很高 要尽量善用Excel 提供给你的 这样的画面 然后你用 他有点像填空题 填充题 总比升顿题来的简单 反正填一填问题就好了 你要从头升顿 到底的话 像这一串你也可以从头打到尾 他也接受 可是 你很容易打错 除非你真的有信心 否则的话 我是建议 你还是善用 一些 这个工 善用这个工具 然后游标放上面 你可以插入函数 他也会跳出 你之前打的公式 那你再去做一些修改 OK 这样的话呢 最后呢 按确定 这一题 就完成了 这个是 在那个 前面Labs里面 有一个 解决称谓的这个 练习题 这个也是一个 比较基本的题目啦 主要也是 了解串接 跟 第二次使用函数的 解决称谓的 解决称谓的 解决称谓的